在中东地区 这个森林涂炭的命 似乎就更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关注了 中东战火 以色列一个小时之内 继续发射105枚飞弹 中东战火被形容叫做大乱斗 因为珍珠岛也像以色列 北部发射火箭弹 那击中三大城的海法这个郊区 这样互相攻来攻去 哈马斯也继续啊 打到的是谁呢 有拦截到多少呢 根据纳坦雅胡 以色列的总统他所说的 已经消灭了数千名恐怖分子 当然包括了他们的领袖 纳斯拉勒嘛 甚至继任者 还有继任者的继任者 一继任者的继任者 他是这样说的 所以几个人通都被干掉了吗 那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说法 通通都被消灭 包括被说行踪沉迷的萨法丁 那没有人可以领头做攻击了吗 可是现在看起来 哈马斯相关的回应 真主党的回应 都还是很强硬的呀 所以以色列说要扫荡真主党啊 地面战 现在已经进入第四波的进驻 所以这个地面的攻击 被说是有限 但是一波又一波 已经进入了第四波的地面行动 那么以色列也预备说 要加入黎巴嫩作战这个四师啊 有四个师进入了嘛 1.5万人要扩大 要围攻真主党 如果照前面讲 已经消灭的差不多 又哪里需要这么多人到境内去攻击这个国家呢 以色列也要吹 我现在要攻击之外 我缺什么 缺武器啊 缺粮草吗 所以他跟谁喊话 美国 他跟美国说 我们之前不是签的吗 要付钱啊 我们叫你赶快交付我们F-15EX的战机 针对谁 看起来这个武器是针对伊朗而来 要求这款飞机 这个差很多 我们要跟美国买了花很多钱的时候 要什么武器都很小声 喊不出来 以色列很大声 叫美国给了你的钱 我现在需要对付以色列 赶快给我这些飞机 最新款的飞机 那现在估计啊 首批要到2028到2029 才可能交付 因为金额都是80亿美金 这么高的金额 有没有那么快可以送给他 因为他们要针对伊朗去攻击吗 以色列的官员就强调了 莫斯科会交付给德黑兰S-400等 先进的防空系统 凸显的取得这样的飞机的迫切性 不要让伊朗有防空的机会跟可能性 而美国媒体报导呢 美国的态度也在转变吗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对媒体说 如果美国不知道以色列的计划做什么的话 美方就不会加入帮助以色列去应对伊朗的导弹攻击 所以是表示美国媒体的标题用事失去信任了吗 而五角大夏说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对美国的访问 本来已经要见面了 两个国防部长见面的理由 当然是为了所谓的和平 签署停火协定的可能性 结果有不愿居民的官员指出 纳坦雅胡在他出发 也就是这个国防部长出发的前一刻 反对 不让他走 以至于针对伊朗的计划达成一致之前 国防部长不会离开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停火协定 也看不到明天 所以啊 整个经济局势对全球的影响 标普的警告 这是标普全球的副董事长 Yugin 他说的 随着中东局势的紧张 全球的经济正进入前所未有的危险时期 因为在这样扩大下去 不知道到多大 从油价跟相关的经济指数 都到了一个非常紧峰跟危急的时刻 以色列媒体甚至说 美国透过很多个阿拉伯国家 正在跟伊朗谈 要在中东停火进行秘密谈判 不过是跟伊朗谈哦 没有把以色列拉进来 并没有参与谈判 但是到有这样的行动 这样的美国拜登的末期了嘛 现在在任期的末期 有办法做吗 以色列真的还会听吗 不知道 但显然他是先拉着伊朗 要求要谈判咯 但以伊 就是以色列跟伊朗 是不是终续一战 有很多的分析 包括了伊朗军方透露 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 超过十套剧本随时启动 随时可以应对 以色列发动的攻击 那先前 伊朗不是也发动了导弹 去攻击以色列 大部分被拦截下来啊 伊朗要不要报复呢 是不是扬言说要展开 重大的报复这件事情呢 中国大陆方面先表态了 以色列目标是伊朗境内的 石油生产设施 核设施 还有其他的战略目标 所以呢 伊朗表示 如果有任何行动 被攻击的话 那么大陆外交部 乌方人毛宁就说了 对中东局势的动荡深感忧虑 反对激化矛盾 扩大冲突 那为了防以色列的各种的动作呢 美国媒体暴露 大陆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 反雷射的反无人机系统 已经悄悄现身在伊朗了呢 这个是神龙盾的雷射导能武器 那么刚刚看到以色列 想办法不要让一些 有拒止能力的武器 进到了这个伊朗的境内 但大陆的这一套雷射导能武器 是不是能够干扰无人机 可以在某些情况加以摧毁 影响到的什么 避免被伤害嘛 被这个攻击嘛 所以以这个以色列 现在目前在中东的攻势 是会更扩大战断吗 我特别说以色列来讲 它确实是有强大的空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前面五次的以阿战争 大概都是以它有这个强大的空军 才能够获胜 可是虽然说地面部队 它有Mekawa的战车 也是非常的强悍 但是在加拿大地区或许有用 那如果到黎尾边界来讲 由于那边地形是属于 丘陵高低不平的地形 它在这个地方可能 如果说没有空中掩护的话 那可能就不见得能够 占到多大的离乌市 尤其是黎巴嫩甄署长 在这个边界地区 已经经营了十几年 我相信它一定也从加拿大那边 做同样的动作 挖很多的地道坑道 然后很多很多的据点 那你如果地面部队在这边 我觉得以色列是逃不到便宜的 那现在来讲 证明也确实是如此 这个以色列本来是派 已经派一个步兵师 再加上另一个格兰旅 跟这个188装甲旅已经进去了 那现在来讲 可见的没有什么战果 而且这个伤亡还蛮严重的 所以它另外再投入一个丝进去 那你这样不停的丝投进去 那地面坐在你来讲的话 你又达不到你预定的效果 它的预定效果是希望 推到利塔尼河那边建立一个安全区 但如果说你推不到那边来讲的话 你这个战略就失败 那第二个我认为说 你要攻击这个 伊朗来讲的话 不管是核设施或能源设施来讲 其实有很大的困难 那我们从这个距离来看的话 这很现实的 如果说美国没有支援你 没有帮你来讲 你攻击不了它核设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核设施 它上次叫做巴比伦行动 攻击的只是伊拉克 那个时候来讲 它是用低空飞进去 带那么大的炸弹 飞机是很现实的 你要低飞躲过 就才能够躲过雷达 你低飞就耗油 你带很多的炸弹 你就是很重 而且你要很精准的攻击 你才能够到它核设施 另外它的核设施 现在设置都在70公尺以下 以美国现在最大的专地炸弹 打的深度是60公尺 而且是要B2轰炸机 才带得了 那如果美国不支援你B2轰炸机 你认为说你打得了它核设施吗 所以另外来讲的话 邵逸谷在8月份的时候 已经给这个伊朗送去了 这个防空的整个系统 包括雷达 包括S-400 这些都已经送过去了 那你说打石油好了 美国会不会接受 全世界其他国家会不会接受 我这边特别要讲 伊朗是OPEC第三大的产油国 它每天产的油量是300万桶 那你打它 你打它这个能源设施 你不是在打它 你是在打全世界 它把荷姆之海峡给你封锁 它弄一下 船沉在那个地方 你全世界来讲 大家就不晓得怎么办 那你打它能源设施 它可不可以打你能源设施 它照样可以打你能源设施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作战讲究已经跟以前这个 纯粹只是说是在我的武器射程方面之内 我才可以作战 现在作战我们看到武器的性能 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武器的性能 都是一两千公尺以上飞来飞去的 那现在来讲 如果说是 我现在认为说是 以色列跟黎巴顿双方 都已经踏过了第一条红线 以前他们有默契 就是我只打你 互相是打军事设施 我不要对民众居民地产生过多的攻击 以免造成仇恨越来越深 但是我们现在明显看到 不管以色列打贝鲁特 或者是说这个郑主党 轰击海法市区 都已经明显踏过那条红线 对对方的这种住民区 已经开始在攻击了 那现在以色列自己本身面临的 他讲的面临的期限作战 我觉得另外还要再加一些 那一些再加第八千 是他自己的老百姓 这两千老百姓已经开始在抗议了 已经上市已经70万人 这次在抗议 他到现在为止 所有战略目标没有达到 人子没有营救出来 加上走廊没有平地 对不对 他的安全没有获得 现在来讲他又开出第四个目标 就是要把郑主党往北边赶 我觉得这个目标如果达不到的话 那以色列你自己要怎么样面对 你以后的军事的一个作为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困难 韩老师 现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性何必嫌疑 美国一直说我在努力 但问题是以色列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 而且这个攻击早就已经是 清真是学校 这个医院通通被攻击 那接下来怎么解决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在黎巴伦的南部 珍珠党的这个问题 以色列占有绝对的优势 因为这次他确实是 是珍珠党的这些所有的武装人员 他们不敢使用这些通信系统 除非他们从第三方获得 例如说像华为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不可能被渗透进来的 这个手机 这个移动系统 作为他们的联络通讯 不然的话 这个黎巴伦的珍珠党 确实在指挥通讯这个部分 它是被切得自力破碎 你用很传统的方法来去传达命令 协调各个部门 各个单位 甚至把所有你能收集到的情报分送给大家 那用传统的方法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它的作战力确实是削弱了 现在还传什么纸笔 什么联络 对 那这个是速度太慢 而且太原始 而且有没有可能会被造假 什么等等都很难辨识 海军没有这个力量 空军也没有 所以珍珠党就有地面的部队 那地面的部队 在目前的通讯系统被切断的情绪下 它要协调一致的工作 它的能力确实是有限 所以以色列确实占有绝对的优势 目前看起来珍珠党的领袖 他们也愿意 就是说降低这个冲突的激烈性 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能修兵 他们看起来也不排除了 也就是说 过去他们的主张是要求 你一定要在加沙停火 他们才会停火 但是你如果加沙 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主张 你加沙要停火的问题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有意要降低 可是对以色列来讲 这既不可施 他为什么要降低 以色列战有绝对的优势 他为什么要降低 所以他的地面部队 在增援的过程中 那么当黎巴伦的真主党 他发现他求和的 绝无可能的情形下 那就只有事实抵抗 所以我觉得在南部这个地方 的交战一定会很激烈 因为他比加沙地区的面积更大 人口更多 而且地道的设施更加的完善 以色列能不能有后续的攻击 我觉得这种战争要打一年 以色列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怀疑 他一定占有优势 但是能不能打一年 我怀疑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要不要挑起伊朗的战争 以色列其实是没有这个意愿 伊朗也没有这个意愿 但是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会被迫不得不这样做 而伊朗也会被迫不得不反击 可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有没有能力去约束 也没有这个能力约束 所以你看看都是在无奈中 有可能战争反而升级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种就是都不得不为 当都不得不为的时候 然后这样的一个悲剧 就一定要让它发生 可是全世界最不想的 就是以色列跟伊朗打起来 因为中东地区的战火 一旦烧开 全世界经济该怎么办 所以全世界都不愿意发生 而它却有可能发生 这叫做无奈跟悲剧 宾哥那有那么多不得不 领导人全力在他手上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可以停 停了纳亚胡 自己可能要倒霉 所以他当然不愿意停 他宁愿让别人倒霉 也不要自己倒霉 所以他当然就是要继续打 然后他还绑架美国 让美国跟着他一起打 美国讲得很好听 苏利文讲说 如果我不知道以色列 有什么计划我不会支援 那就表示 之前以色列进行这些计划 你都知道 是这个意思吗 都是你美国干的吗 所以不要乱讲话 我老实讲 苏利文你也不用讲那么大声 以色列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以色列遭受攻击 你美国敢不救他吗 跟我讲一句实在话 你也不敢不救他 你如果不救他 你那个赫金利还要不要选 就这么简单的事嘛 所以大家也不用讲话 讲这么大声啊 现在是纳特亚胡不想停也不能停 美国想停 可是问题是纳特亚胡不停 他就不能停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伊朗呢 伊朗是攻了一波之后 伊朗其实想停 因为伊朗再攻下去 他知道他自己实力不够 可是问题是 纳特亚胡说不定 也为了要报仇一下 就去弄他一下 那问题是 如果他又去攻击伊朗 那对伊朗来说 我一定要在小弟面前展现一下 所以我也必须再打一次 那你再打一次之后 以色列可能又再度加强攻击 因为以色列现在 他长城攻击 可能能力没有这么强 但不要忘记摩萨德是会暗杀 他搞不好也去暗杀几个伊朗的人 那这个东西就麻烦会越解越深 你不要到最后逼着伊朗干什么 我直接封锁荷姆斯来讲 大家都不要玩了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话 那全世界就跟着一起导弹了 这不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因为伊朗他远程攻击能力有限 他导弹也不是特别精准 但是问题是 他就把海峡封住 如果美国你现在能够胡塞组织都弄不掉 你觉得如果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 请问一下美国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大家都很麻烦的事 现在是环环相扣 大家的利害全部都扣在一起 这个东西非常困扰 而且我认为 俄罗斯这时候一定会去支援伊朗 中共大陆也会 为什么就只有你美国会打代理人战争 我不会吗 我也一样把武器丢过去 中国这个神龙盾 其实他以前已经卖给沙尔地阿拉伯了 那现在已经运到伊朗去 那他当然有一定程度的攻击 对无人机这些东西 他在3000公尺左右的时候 可以把你晕眩或是自盲 如果是1500公尺左右 他有可能直接把无人机摧毁 都有可能 但他当然也有缺点 因为他设一次就要冲一次电 那中间的间歇的过程 人家就可能会突进 但是问题来了 能够从以色列飞到伊朗的无人机 那都是很昂贵的无人机 也太远了 对对以色列来讲 他也损失不起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彼此其实互相各有忌惮 我认为小规模的攻击 对伊朗跟以色列之间 小规模的攻击可能会发生 但大规模冲突 应该短期之内不会 以色列目前的目标 应该还在黎巴嫩这边 互相对于所谓的基本教育派做交代 但是在欧盟的部分 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同意了所谓的关税抵制来抗中 其中有个报道出来说是 欧盟会曾经拒绝中方提出了一个方案 转环 就是说本来中国大陆提出了一个 最低价进到欧洲市场的价格 叫做3万欧元 106万 其实很贵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是不是我们的低价 会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话 那我把车价抬高 我只卖你这么高的车价 但最后欧盟方面委员也是反对了 所以现在大陆方面 是不是开始要全面开战 全面来报复了 目前宣布要加码制裁欧盟的 包括关税海关的数据显示的 有这个叫什么排气量的汽车 除了刚刚前 先前就有人提到过的各种食品之外 汽车油燃油汽车 是不是也开始所谓的抵制呢 排气量只要到2.5公升以上 价格价值大概有12亿美元 是过去大量的德国 像中国进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车辆 那如果提高了关税 德国受到严重打击是什么 德国的车子就卖不进中国市场了呀 那欧洲的贸易战呢 包括了电动车的关税之外 中国大陆对欧盟的白蓝地 还要再征收30%的保证金 不管是车还是酒 这个30到39%比还要保证金 所以对业者来讲 都是非常沉重的压力 葡萄酒也是 说葡萄酒因为法国来的嘛 本来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一定是很大很受欢迎的 现在整个股价应声下跌 包括了法国公司宝乐利家 整个股价下跌了4个百分比 九月巨头人头马的股价也下跌了8.3个百分比 法国的贸易部长普里马斯 针对于现在这个出口量 其实过去进到中国市场的白蓝地价值有15.7亿美元 那现在呢怎么办 法国贸易部长说 这类报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那当初你们又怎么去抵制中国大陆的关税呢 就完全违背国际贸易规则 法国会跟欧盟合作 在WTO的层面采取行动 抗议中国 好白蓝地要反倾销 还有什么 猪肉乳制品全面的来做 那中方也正在说依法展开调查 要充分保障各方的利害关系的权利 做出客观公正的裁决 显然都是势在必行 那有这个分析是德通社报导 恶中渐行渐远是谁的责任 虽然先前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很努力的 希望个别的去谈判影响结论 但最后结论就是做出来了嘛 这个媒体所做的评论认为 事情的本质在于西方想要打压 中国的竞争对手 发展中国还有这个新兴市场体 也只能通过这种绝对的优势 来抢占市场 否则的话 没有办法阻止在中国商品的优势吗 再来看看美中的贸易分歧 欧洲欧盟现在还在全面要反抗 对抗当中 美国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包括了中美商务部长再次通话 王文涛关切半导体 网联车的各种限制 这两个人的见面雷蒙多 表达的是什么呢 说美国商界持续关注 中国在监管透明度下降 非市场政策跟做法 结构性产能过剩 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 王文涛则是希望严正关切 有一些必须厘清的经贸领域 国安的边界特别必要 都说是政治作战 我们的电动车或任何东西 都会被说有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吗 大陆只好才半导体 还有所有的科技发展 被打压的情况之下自主研发 最新的一个消息是由华为 华为说纯血鸿蒙 完全是自己自发的系统 原生产地从微信啊微博 其实这个严重性蛮大的 对整个市场来讲 因为它的写法 code的写法完全是不一样 甚至APP都要重写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说已经进入了 启动公测的阶段 有没有可能从此在这个系统上 全面的把中国大陆的系统 全面改变的话 当然就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变化 成为自主的研发 完全自己可以自己控制 还有背的卫星 研发出来说在黑龙江 可以用智慧种田 24小时还不用休息 这个自动透过卫星的导航 一天插秧50亩地 效率是人工的50到60倍 不断的在进步 在打压之下 快速的成长更多吗 欧盟的风德兰恩 它是仇中反中 它完全追随美国 配合美国 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实施打压 而且完全违反WTO的规定 甚至连反请销的规定 它都违反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业者 没有任何一个汽车的工会 对于欧委会提出 说要调查中国的反请销 这个程序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所以中国大陆直接已经 明明白白地说 请问是哪一个汽车工会 哪一家公司 它提出来要反请销调查 没有 没有你欧盟的委员会 冯德兰恩怎么可以这样做 而他就是要这样做了 那大陆确实是很有诚意 他确实很有诚意 所以他不管是习近平亲自出马 然后也邀请了欧洲的这些重要的国家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甚至他到最后的时候 商务部长几乎大量的时间 都在欧洲 跟他们一个一个国家里面来沟通 那么也提出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那我把我们的汽车 就定到你们觉得 可以竞争的价格可以吗 然后呢我们还会再 到你们欧洲去投资设厂 提供你们的就业机会 这么大的优渥欧洲人 欧盟以为他们的谈判 他们目前来讲赢了 然后他们要更多 要更多的情形 像你说好 我跟你讲我们还是投票 那个投票基本上是很难推翻的 为什么 因为要65%的法国的公民 那弃权票是算是 不算在反对这个案子 所以有十几个国家弃权 那对不起 弃权对于整个方案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只要有35%的公民 他们说维持原案 那这样的话 这个案子就通过不了了 就是也就否决不了了 那所以法国就联合了 意大利等这些大国人口多的国家 还有北欧完全没有生产汽车工业的 布罗地海的国家 对他们来讲 完全没受影响的 他们全国却因为美国的关系 意识形态的关系 他们投下赞成票 那这样的情形 你根本翻不了 好翻不了 那大陆当然就出手了 这一出手 当然快准狠 先痛打法国 那就白蓝地先下手了 因为白蓝地的反请教调查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好 那现在这个钱是先扣着 也就是说 因为法国大部分的出口商 它也是进口商 法国白蓝地的这些公司 它出口白蓝地9到中国大陆去 它也到大陆去成立一家公司 就是进口的 所以它肥水不落外人田 所以这个钱是进口商付的 而进口商是跟法国的出口商 是同一家公司 那它要不怎么样呢 他们要先提供这个百分之 30到39的保证金 先放在这个海关这边 那如果一旦要刻关税了 这个钱全部是依照关税的方式 没收了 那这些公司这么高的成本 这么高的价钱 消费者谁买 那他不买的话 当然就是买中国自己的 这种白蓝地9 那因此法国的市场 就会失去在中国大陆 那目前就有白蓝地 以后可能还有猪肉 因为还在调查了 那还有化工制品也在调查了 还有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汽车 这个还有乳制品都开始了 那未来可能会有红酒 甚至以后不排除化妆品都含在内了 甚至甚至更不能排除 那些奢侈品名牌包 也都涵盖在内 法国的这个商贸部长最有趣的 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事 不可接受 中国大陆也认为说 你对我的电动车的加税 是不可接受 你理吗 根本不理 那大陆来讲的话 你不可接受我也不会理你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贸易战 贸易战已经开打了 那就看你欧盟哪一些国家 不过我的推断是这样子 法国是想透过冯德莱恩的 从中反中 然后再透过中国的报复 把德国的汽车工业打爬 因为我的判断 我的推断 法国就是想把德国的汽车工业 搞垮了以后 它才能够取代德国的汽车工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欧盟跟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 已经要展开所谓互相报复的 关税壁垒 贫向越来越多 宾哥像汽车 油电车 这个德国车进口到中国大陆市场 是非常多的 是啊 因为尤其是德国车 中国大陆市占率 就是占他们自己的产量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 对德国的汽车进行报复 德国当然会重伤 所以德国一直是反对这个案 可是没有用 因为其他国家赞成 所以现在就形成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就是 大陆已经愿意做一个让步 就是那我卖贵一点嘛 我卖到三万美金嘛 三万欧元 对 结果他们还是不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第一个 因为就算到三万欧元 欧洲车还是卖不了 这么便宜 所以他还是没办法竞争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未来的十年对欧洲车商来讲 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他们2035年就要全部零碳排 所以这是他们车子要转型的最重要的旗舰 他们生怕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继续让中国车进来的话 到最后四战率全部被中国车抢光了 因为他们的电动车的技术现在还跟不上 所以他们很怕这段时期被中国称虚而入 所以就来搞这个事情 可是我觉得搞这个事情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也不是说完全禁止中国大陆车进去 你只是加关税而已 实际上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大陆他愿意三万欧元 如果你不接受他这个方案 让他直接进来的话 他很多车是可以压到两万欧元左右 所以他还是有这个竞争力的 所以我觉得欧洲恐怕不久之后你要再加关税 你才有办法禁止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互相战争 那当然你来而不往非利益 所以你要禁止我的东西 我当然禁止你的东西 这是很正常的大家互相报复 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世界进入这样 互相报复的贸易战争 这对全世界都不利 可是我觉得法国这个贸易部长讲的很好笑 他说大陆这个做法是完全违背国际贸易规则 你自己是符合哪一个 你跟我们陈吉仲一样要去WTO提告 对啊所以很好笑嘛 那你叫陈吉仲去帮你告 我不知道到底你要怎么告你 是你先制裁别人的 你先违反国际贸易原则 就跟这个谁一样 雷蒙多讲的一样啊 他讲说这个非市场政策的做法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问题 然后到最后他讲了那句话才是真的 国家安全不容谈判 所以就是因为你把整个一个贸易行为 直接上纲到国家安全来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家都不要谈啊 因为你的东西进来我的国家 也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国家安全啊 那美国是打算要让全世界要进入关税壁垒时代嘛 那到这边就全人类一起倒霉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国在科技围堵之下 整个大陆地区几乎把这个纯血鸿蒙 整个系统自己研发出来 现在全部在攻测了 甚至由北斗卫星来定位的黑龙江智慧种田 全面既然你唯独我我就自己发展了 其实我特别要讲 其实我们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 都是以农立国的一个国家 你看我们国军的那种冒灰上面就是盗税 欺骗盗税 那就是以农立国的意思 所以农民来讲 让人民要吃得饱 是一个政府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但以前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乡下 周边都是同学都是家里面都种田的 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以前那个农民的辛苦 那以前有一首诗 这个手把清秧擦满田 这个低头变见水中天 心静心静翻圍道 这个脆步原来是向前 因为以前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懂 擦秧它是向后退的 就一把一把 那其实一排人 那时候我就看到那农夫他们 弯着腰 弯着腰然后100% 其实那个弯腰弯一整天下来 那个腰是很酸的 可是后来来讲现在进步了 他是用机器擦秧机在那边擦 可是机器来讲那个田 你不是长得刚好跟马路一样 所以你还是要有人在操控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说 能够用北斗卫星来定位 然后控制这个机器来讲的话 然后很精准的定位 它擦秧 那每一根稻苗擦下去 因为你不能太紧 太紧的话那个稻子长不好 太松的话就太浪费土地 所以距离要刚刚好 所以他们那时候都靠 农夫的那种经验技术 那现在若有北斗经验来讲的话 每一根稻苗擦进去 然后它的距离长度 我相信说对于这个 以后节税长成到来讲的话 成效一定会比人种的要更好 再加上它有更节省面积 我想这有鼓励于 说现在年轻人愿意返乡 来从事这农业工作 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黄浅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 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 以及国内最新议题的来宾 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 蓝月圈老师 主持人好 我的朋友大家好 资产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退役少将栗政杰将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最近的国军的好几次意外事件 这一件事昨天刚刚发生让大家非常遗憾 有一位空军的上兵 本来是说想多存点钱来准备结婚 所以才会把义务役转到志愿役 回到了军旅生活里头 没有想到在清泉刚突然因为一个 不知道是到底细节是什么 但总之就是因为打靶的不胜 步枪不小心击发了之后 直接从下额中弹送医不治 让大家很遗憾 那么在立法院质询 徐晓星就问了国防部长顾立雄 想问他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过程是什么 听听这段大学 T91铺枪的打靶射击 从打靶到清仓的SOP 打靶的应该它就是第一线 那我想详细的SOP 我坦诚跟委员报告 我没有办法现在 好 您是新任的部长 但是这些SOP您应该要了解 这是一个国防部长应该 最基本要了解的 因为目前调查报告 还是没有最新的说明 究竟SOP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但真是很遗憾 我们的兵力已经这么短缺的情况之下 又有一位年轻的生命 这样丧生了 内政部长刘士芳他告诉大家说 马上未来建构的可视名义 因为赖总统不是宣布吗 未来明年开始 我们要建构有40万的名利 从哪里来 大家就问大灾问 总统讲出来开出来这个清单 从哪里来呢 刘士芳回答 包括了在慈济 黑熊学院都会纳入编制 哇慈济的 不管我们常常在灾难的现场看到的慈济 这些志工们或他们使用的场所 都可以归政府来使用 黑熊学院也加入 那属于资源性 民间团体的民间力量 自己要协训 主任他院长说 名利部分包含团体有 益销 警销 山地 益警队 特种 防卫队等等 反正总统发话了嘛 想办法凑也要凑出来啊 当孤立熊被灵魂拷问问说 那到底你的儿子会不会参加 在这40万名利里头呢 他的回应是说 看他们有没有被招入 民防系统行列里头 这有两种解读 一种是他也不知道到底谁会被招入嘛 第二个是说 那到时候招不招入再说嘛 也算回避了问题 那重点是这个被出征的 很多的艺人 在这种两岸相关系 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随时都可能踩地雷啊 被贴红标签啊 例如Aguera 为什么总统在晚会上面 要讲那样的话 所谓的祖国 是不是针对这位艺人Aguera呢 他被出征之后 吐露了心声 听听他怎么说 因为在国庆节 花了祝贺祖国的饰品 受到了台媒的大量攻击 我面对了许多 来自台湾媒体网络上的攻击 甚至有媒体打电话给我的太太 试图用陷阱问题 引导她发表 他们想要的新闻热点 这些事情 种种让我感到 非常的受伤 以难过 他后面这一段话 是不是有玄机 是有人用陷阱套话 想要的答案 让妻子被陷害吗 那谁报道过 我们的确前一天看到三立新闻网 专访了Aguera的太太 她当时怎么说的 那是抖音公司叫我们讲的话 我们很爱台湾 很辛苦啦 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一口饭而已 那这个话 难道是被陷害的吗 是个陷阱题吗 因此是不是在厦门 这边的工作会影响 其实很简单 这些艺人需要有工作机会 市场在哪里 他们就在哪里 那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 两岸之间的关系 明天会怎么 国庆正式谈话 大家还在准备观察当中 但明天是不是 马上就会有历见演习了呢 但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哪里 不知名的 不愿意聚名的国安人士 他放了两个消息 明天国庆 中国大陆的部分将发射 第一个是火箭 经过台湾防控识别区 发射的评估范围等等 要看天气跟日期 等等关联很小 主要还是看天气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不论赖清德演说说什么 刺不刺激 温不温和 中国大陆都可能对台湾 进行联合历见的 2024B的演习 因为先前5月的时候是A 过去中国大陆已经在台湾 台海演习已经一个常态了 有差吗 那这样的消息目的又是什么呢 根据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民调 民众现在对于所谓的中共威胁 怎么看呢 他们认为在民众这个民调里 数字调查期间 就在这段时间嘛 9月份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领土威胁 觉得严重的高达6成3 不严重的19.4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两岸之间的威胁 越来越严峻 越来越困难呢 除了连言论也是哦 还不只是实际的军武可能的动武 是人讲话 随便讲一句话 都可能有危险的这种寒蝉效应 好 美国呢 所谓的美中对抗 看到了在美日印澳的剑指中俄 印度洋举行的联合演习 印度总理呢 还特别访了俄罗斯扩大经贸合作 可是在同时 就在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 也是针对着中国跟俄罗斯而来 而驻日的美军司令特别讲 他跟日本的国防部长通话见面等等 将会深化跟自卫队的伙伴关系 为磨练集体快速反应态势而持续不断努力 当然这个通话也跟日本 跟中国 俄罗斯 甚至台湾的关系也有关系 当然也还有北韩 那周边的活动很多 包括了北韩俄罗斯 所以要确认比以往更迷切的合作 要怎么合作呢 包括了北韩 最近金正恩有很多的公开刺激的谈话 他甚至直接已经下令 9号这天宣布 直接切断跟南韩之间所有的公路跟铁路 并且开始打造防御攻势 那么还通知驻韩的美军 防止误会变成冲突 那也一直在喊话呛下 叫美国不要再干预朝鲜半岛的事务 俄国媒体一直报导说 中俄海军在太平洋海域演练反潜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 在亚太地区进行联合巡航的框架 俄罗斯海军跟中国的海军 作战舰艇在太平洋西北部演练反潜任务 所以重点是在哪里 互相都有很多的较劲 跟所谓的喊话秀肌肉的空间 将军怎么看台湾处境 第一个我为昨天这个 在跋场上面这个死亡的这个弟兄 声表哀悼 但是这中间透露出很多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我先讲三个 第一个就是高层在说谎 说谎吗 说谎 第二个中层完全不懂SOP 基层来讲无奈 所以造成这起悲剧 为什么我讲高层说谎 你今天昨天你居然敢讲说 枪梳碰到地走火 谁敢讲这种话 我们当过冰的 所有昨天晚上我都碰到 没有人认为枪梳碰到地 枪支会走火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出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在预备线的时候装子弹 你按理说这个子弹 为什么我等一下我再说 为什么在预备线的时候 让它装子弹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为什么预备线如果装上子弹 这枪支走火 它是往上面打 那如果往左边打呢 预备线是什么 是大家在那边带密线 那旁边全联的人坐在那边 我说一枪打过去的话 那后面是一串子跟那个什么一样 整串子没有 所以预备线是不可以发子弹的 那中则的人不懂SOP 昨天这个顾立雄不懂得 靶场SOP我可以了解 因为他本来就是文人 你到国防部长 你也不能苛责他说你要懂这个 就像是苏贞昌不应该去问一个 这个议院院长说 你有几个停车位 但是你相不相信 我今天敢打包票 你问苏立方 苏立方你懂不懂靶场SOP 搞不好连他都不懂 你问那个空军连队长 你懂不懂SOP 搞不好他也不懂 为什么我今天讲这种话 因为国军实在是这种基层的训练 已经太久太久没有接触了 那为什么基层很无奈 基层为什么很无奈 因为你今天来讲 所有训练的规则 你都没有结合实际状况 为什么在靶场装30发子 你国防部来讲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了解 我们今天的训练能量有多少 我们台湾就这么多个靶场 你又叫他说 这要装一次要打30发 以前6发 你现在叫他打30发 那打完30发以后就变成怎么样 他不得已他没有时间 我流入就这么一个靶场 后面还有一个连要接着下来打 那只有两个钟头时间 我只有两个钟头时间 可以用这个靶场 那我怎么办 就先发子弹 叫他们在下面先把子弹装好 我跟你讲 所以在预备先预备在那边装子弹 正常来讲 你应该是上了靶场之后 上了靶场之后 上了设计台之后 这时候才开始发子弹 你让阿兵哥自己装 我是觉得也很赞成 免得阿兵哥自己子弹都不会装 装了子弹以后 这时候要下口令 子弹装在弹夹里面 弹夹装上枪上以后 你要拉枪机 拉枪机以后 送上枪机以后 这时候子弹才会上膛 它有可能会激发 这整个SOB神域 问题是说 你如果到设计台 才开始让那个兵去装子弹 才开始枪口朝上 然后安全军官 安全士官在那边看着他 有没有说是枪支歪倒 或干什么 你时间就浪费很多 所以为了偷懒 为了节省时间 你上面只给我两个钟头时间 又叫我打30发 打6发时间跟打30发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间会用得更久 问题是说 我们靶场能量就这么多 我们这个合格的教官就这么多 然后昨天晚上 我讲实在是 离谱到什么程度 昨天晚上 有弟兄传简讯给我 他们讲什么 现在来讲的话 按理说 这个连打靶 应该营长是涉及指挥官 你看靶场上面 其实刚刚很多种颜色 在蓝色是教育班长 他是助教 黄色的是靶场指挥官 红色的是安全军官 其实有区分 每一个人的职责 那你有没有按照这个职责来 每一个人该扮演什么角色 有没有扮演好 那你如果说任凭那个兵 你实验不够 就让他在里面把子弹装上去 你今天空军联队长 你出来 我问你 你懂不懂SOP 昨天晚上 他们跟我讲了什么话 甚至于督导军官 派出来的阶层 都比拔场指挥官要低 你高层到哪里去了 你居然泡一个少校 去督导中校 当涉及 这个拔场的督导官 你说应该是 这个营长 当涉及指挥官旅长或师长 要去现场督导 因为拔场设计 是非常危险的时候 我们毕竟不是打仗 你不能平常就造成 那么多的伤亡 我在讲 如果说是 真的这个弟兄 是因为自我伤害来讲的话 那以上这些都要负责任 你就是帮助自杀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你就发子弹给他 哇天哪 那听起来是整个SOP 出了大问题 从头到尾烂到底 你没有那么多拔场 你为什么要叫他们打30发子弹 30发子弹要打多人 你自己去打一次看看 还没有上战场就已经这样 在训练期间就这样 那如果真的上战场的话 台湾又如何 有能力可以自保 谢谢年轻人的生命 我们一般来讲 在作战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伤亡 并不是由对方所造成的 而是自己造成的 那这个主要的 还是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这个 整个训练的几率 维持得很好 例如说你一个单兵 我是武 本身三角队形 在往前攻击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空间有多大 这个都必须要是 很严格的管理 也很严格的一个纪律 所以我们一直谈到 就是训练纪律 靶场纪律 尤其是靶场纪律 是更为重要 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出了这样一个状况 你国防部部长 你到底重视还是不重视 你是文人没关系 你来负责国防部没关系 但是出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你这位文人 你到底关不关心 这个是事关人命的问题 一旦事关人命 你就应该去了解 应该在第一时间 马上要去了解 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靶场纪律是怎么样规定 有没有按照靶场纪律走 当时有没有录影带 有没有监视器 监视带 监视器调查的结果 家属也想要真相 对 军方的检察官 到底目前调查到 一个什么情形 你一个部长 你应该要在第一时间 去关心 要介入 要指导 这就是你当一个部长 你应该做的事 你可以不了解说 我这个靶场纪律是怎么样 或是我的靶场训练的方式 但是你应该在第一时间了解 你没有了解 然后你今天被咨询的时候 你一问三不知 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 你谈到了可视人力的问题 40万 你委员问你 你的孩子的问题 你已经把这个可视人力的标准 讲了两点了 第一点就是要自愿的 也就是说他 这个绝对不会是强迫的 可是你这样一直讲 跟刘四方就有矛盾 刘四方当初说 这40万人的来源哪里来 就是现役的替代役 跟退役的替代役 但是你要谈的是 自愿的 因为卓榮泰也说是自愿的 如果不愿意可以吗 那不愿意 那是应该是可以的吧 所以你刘四方 你的27万人就已经有问题了 因为这些退役的替代役的 他说我不愿意 那可不可以 所以你第一个 你已经强调是自愿的了 所以你就不能够说 这些人是一定要去做 第二个你说 你不晓得你的孩子 符不符合资格 那你告诉我们资格是什么 那是不是应该要有证兆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收的是自愿的 第二个 这些自愿的人里面 去做测验 去做检查 那么合格了以后 颁发你一个证书 然后你加入民房团 或者加入可视民力团 那这个才是完成两个程序 你一个部长到今天为止 已经搞了多久了 连一个标准的答案 连一个标准的作业计划 都还没有出来 你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这个刘四方 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一直在讲 慈忌啦 黑熊啦 讲一堆人 但是问题 你到底怎么一回事 搁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弄不出东西来 兵哥我们是蛮同情啊 他现在在录这个影 录这个影 当然也是有很多压力 不是 我觉得 阿基拉都已经快七十岁了 他讨生活也不容易 那人家去对岸讨个生活 怎么了吗 那这些人 就是故意去攻击他 去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强加在人家头上 请问一下 对这些人有什么好处 你把这样一个老艺人 把他压迫 到最后害他没有工作 请问一下 你们得到了什么 难道这样就会阻止 其他台湾艺人去中国大陆发展吗 不会还是会去的 我只能说 以现在两岸的态势来看 艺人就是去大陆发展 空间大很多嘛 钱也赚了很多嘛 机会多很多嘛 那所以 你怀疑吗 还是会去的 很多人在讲啊 像吴康仁去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以为吴康仁去拍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结果原来也不过 就是台湾 那个正常可以拍的题材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台湾拍 废话 同样的题材 你在台湾拍一集 跟人家拍一集 可能差上百倍的价钱 那你们自己没有诱因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面对这个现实嘛 有本事 我们的政府就重新打造一个 很适合演艺圈的环境 文创基地 对 把艺人留下来 民进党上台一直在搞艺文活动啊 为什么艺文活动搞到后来 是台湾的艺文活动越来越糟 只有零日 对啊 然后就是专门去补助一些 莫名其妙的活动 真正应该照顾的艺人 都没被你们照顾到 那你这样能够怪人家走吗 所以要去指责别人之前 是不是要先想想看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除了用意识形态之外 我们有真正帮助到人家什么吗 那 这个阿兵哥的事情 我觉得 其实很简单 看证据说话 高大臣也讲啦 看他手上有没有火药反应 然后就去厘清 他到底死因是什么 那如果是其他的死因 我们再去追究相关的责任 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好猜的 那顾立雄自己本身 我觉得你答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叫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回答 你下面有国防部 国防部下面有很多军官啊 或其他的这些 你就叫他们来回答 有司令啊 所以我就不懂 为什么你一个人要挡 你是怕他们讲错话是不是 你怕他们把真相讲出来吗 是这样吗 那刘四方我老是说啦 其实赖老师真的不要苛责他 他其实从头到尾就在瞎掰 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四十万人从哪里来 因为那四十万人从头到尾就是要去骗老美 那只是弄个名册 花名册给老美看 你看我们人好多 你交代 爸爸一交代 我马上全部办到了 所以他才会在那边鬼扯 说要把慈激跟黑熊那边 因为慈激人最多 对啊 问题是你说要把慈激人 你人精不小吗 那个老妈妈 你要把慈激跟黑熊那边 然后呢 你又说自怨 那如果人家不怨呢 不怨你就那边不了 你要知道内政部一旦说到那边 其实是什么你知道这是强迫性的 尤其是战争的时候当然是强迫性 战争的时候还等你自怨 所以这些人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应付了事而已 根本我跟你讲 大家这四十万人不会出现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家伙根本就在唬烂 所以没有人搞清楚四十万人从哪里来吗 那阿兵哥的命 又有没有人搞得清楚他是怎么回事呢